Hello,大家好,我是萌面鸟哥 前两天有朋友送了我两只小宠物 这一次不是小鸟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呢 刚刚我拿回来 我们现在一起打开来看一看吧 马上就要打开了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东西的 会不会是什么小老鼠之类的 我想应该不会啊 好了,已经打开了 好像是小兔子 哇,好萌啊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盒子还挺紧的 好了,拿出来了 这小兔子看上去还挺小的 应该也就十几天大吧 这么小 咱们给它提下去喂点青菜叶 我感觉应该先给它放到菜地里面来 把这个铁盒子给它打开 小运输笼 来,出来吧 它们应该是吃草的 它们应该是吃草的 这菜地里面有很多草 这玩意儿拿着还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都不想要了 那个朋友家里面是做这个养殖的 非要送我两只 来 看,给它们放出来就开始吃了 这一只 还是挺可爱的 也不怕人 长得有点像野兔子 这个应该是原始灰兔子 它在地上自己找东西吃 它们还挺喜欢这片菜地的 给它放进来到处跑 这一只跑的还挺快的 它们自己在菜地里面找这个青草吃 好乖啊 不怕人,你看 放出来它就往我这边跑 挺活泼的 但是我感觉它们身上好像有点臭 可能是在路途当中 箱子里面大小便 它竟然还吃红薯皮 看 那边有一颗白菜 是自己长的 我们给它拿过来 别跑,小兔子 跑得还挺快的 来,你别跑 带你去吃白菜叶 不要害怕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看,这里有一颗白菜 吃吧 它怎么吃这种干草 这种野的干草 来,来,来 吃白菜叶 它还不喜欢吃白菜叶 它喜欢吃这种野草 在我们这里这种草 用来喂这个小鸡仔的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只 它跑到这边来了 这两只小兔子咋不一起了 那小鸟两只它都一起 这兔子它各玩各的 我感觉这兔子挺乖的 好像很亲人 它看到人过来了 它就往你身边跑 那一只也过来了 它们两个现在跑到一起了 往那一只想逃跑 它从石缝那里挤出去了 这什么情况 躲在这干吗 又进去了 这四周围的有这个石板 它刚刚从这里 从这里粘出去了 这菜地里面草挺多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一只在这里面 看来这片菜地挺适合它们的